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团领队获罢后立即通知加线商局请求协助 立即派遣阿里山分队以及阿里山派物所以及领域局阿里山公传等组成收救队友前往 一步到4K处的下方30公尺身发现该民女性患者左脚踝开放性骨折 据了解该团登山客仪式是从台中前往阿里山的死水山引水道步道做登山建行活动 但是 死水山引水道尚未开放步道施滑 入境尚未整修 请民众不要骂然前往 以策安全